大家好,牙膏加雪碧 很多人不知道能干嘛用 其实牙膏加雪碧有几个很大的妙用 我们一起来看看都有什么妙用吧 我们先准备个小碗 然后挤入一些牙膏 再倒入一些雪碧,搅拌一下 使牙膏雪碧搅拌融化 最后打开喷壶 把调好的牙膏雪碧水倒进喷壶内 然后盖上喷壶盖子,拧紧实 这样就可以了 这里我们可以用来清洁燃气灶 造具上的油烟很多 都是我们炒完菜之后溢出的菜汤 或者是我们烧完菜 锅落下的油脂和水 以及我们炖菜或者煮面 煮饺子时溢出的一些汤汁 就会积累在灶台的小圈圈上 长此以往,再加上火烤高温 这上面的油污就会变干变硬 特别难以清理 我们先往油腻腻的燃气灶上喷一些 用一个海绵擦在炉灶上使劲地刷一下 上面这些油垢就会慢慢融化 我只刷了一两分钟 这个不锈钢的颜色就露出来了 然后再用一个吸水性好的抹布把它擦干 看一下现在 这个灶台就被擦得非常的干净光亮 用这个方法以后 就不用钢丝球来回蹭了 每次不是滑坏造具 就是被钢丝球的钢丝割到手 我们只用一块抹布和一个海绵擦 就把灶台擦得干干净净 还可以用来擦油烟机 冰箱 效果都非常的好 大家喜欢快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吧 特别的省钱又实用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加留言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